今天败者组 也是争夺两个出现的名额 分别是 这个 黄战士战队要对阵的是白金英雄 然后第二场是IG要对阵ABS 好了 感谢请用力干死SCboy的一个战争粉丝 今天比赛 怎么说呢 我觉得第一场还是悬念挺大的 第二场悬念不大 第二场悬念不大 不要叫了 看比赛嘛 麻将随时都能打的 好了 感谢球奶YYX 诸诗不顺的战争粉丝 今天晚上还是有IG比赛 我们第二场是IG比赛 感谢这个起了个 起个破名一万年的钻石粉丝 这场比赛 输的一方将会 就等于这场 这两场输的 就会争夺一个第五名 他们两个了 来看这场 这场 温迪塔对阵 温迪塔也来了 温迪塔其实是白金英雄 比较强的一个战力 上赛季也是靠 温迪塔的出色的发挥在A级 是让 让这个小黄鸭战队 最后是拿到了S级的出现 但我说实话 温迪塔未必能打得过这个Demaga Demaga如果能够运营起来的话 这兵还是多的 它只操作有点差 感谢球老现在 复视失败的飞机 感谢兄 广连今天这个对阵 还是有那么点机会的 来看这把 Demaga对温迪塔 这场我觉得 温迪塔拿下的概率 还是非常高的 你把李培男把我们的手摆完 坏了 什么手摆 我们办公室的呀 没事 到时候再买个新的就好了 从他那个钱里面扣就好了 从他 买大一点的 从他活动的那个工资里扣 没关系 哪个手办被他搞坏了 我怎么知道 哪个手办被他搞坏了 骂个鸡蛋 不知道呀 兄弟们说一下 哪个手办被他搞坏了 炸弹人 哎呀 随便他搞什么 无所谓的 反正都扣就完事了 好了 这边我们特别感谢 我们的首席赞助商 阴教网络 赞助商斗鱼TGIF 态度 瑞尔强爽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来看看这一把 这个温迪塔 温迪塔其实就是爆兵打迪玛嘎就好了 当然也不排除迪玛嘎今天会用一些比较激进的战术 能够拿温迪塔一分 这场比赛 看温迪塔给不给迪玛嘎运营的时间吧 这个温迪塔大概含辅5400分左右 不是特别强的选手 我记得一期记得上 上一年 我记得他跟迈克勒赛的也打过一个公 一个公路飞 反正我们邀请过 最后迈克勒赛4比0战胜了温迪塔 感觉没什么实力 这个温迪塔 但是他打A级赛很厉害 你要记得他带小黄鸭起飞的时候吗 那今年的A级赛跟去年的A级赛还是有差距的 那是有差距是有 但是我觉得温迪塔如果好好打的话 打迪玛嘎应该问题不大 今年这个A级赛就升降级赛比去年得要强多了 强的多的多 上来数三 我被李飞男开除了 让我明天不用来上班 明天不是周六吗 本来也不上班 不用上班太好了 明天本来也不用上班 你说个锤子 不就是他 他开除我太好了 最好也不要上班了 干脆我们把公司也关了吧 好吧 不要不要关 公司开着呀 反正工资还是照发的 不上班都挺好 该分钱分钱 该发工资发工资 对吧 那你这就是我们 我们只要搞个 搞个这种 公司还是开着 反正只要搞个你妈的这种 就CEO过来就好了 让他运营这就好了 我们不要管了 是吧 法就在的 你不要慌啊 现在没什么机会啊 防的可以啊 迪妈嘎 你们说什么上班什么 我告诉你 我其实很羡慕黄哥的 每天去公司开开会 对不对 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论坛对对线 这种状态爽的也比较好吗 如果我们公司在杭州 老天天都去好吗 绝对不会跑路一天 我不骗你们呀 我这有什么虚伪的嘛 好了 这边 切一下 你苗也没有机会啊 我车也没有机会 迪妈嘎打这种 就你跟他对运营的 他是没有问题的 他还是有实力的 这要兵爆了出来 兵爆出来 你A过去 对吧 就要看对手操作怎么样了 应对怎么样了 一公一房的狗 一公一房的狗 他如果这个温地塔七分钟 如果推一拳的话 这一公一房的狗可以玩爆他 看他推不推出来啊 这一拳七分钟 你先说一下 出门了 七分钟啊 就这么一点兵 迪妈嘎不就玩爆你吗 你给迪妈嘎运营的时间 迪妈嘎爆兵不弱的 这种就真的小猫两三只 你妈三个坦克 把A过去 毒爆速度也好了 两公两房 真的真的有点快 其实迪妈嘎完全可以 两公两房 直接两百人口一拨 这个人主很难挡 把迪妈嘎换家 这个换家 温地塔要招中啊 哎 不是换家吗 没毒爆你换毛啊 这迪妈嘎运营不弱的 生三本的话 那迪妈嘎就不会选择 不过我觉得两百人口 你也可以选择冲一波 两公两房两百人口 这种局面不冲一波吗 两公两房已经好了 随便宝这种 一公一房的枪根本就打不动 小狗现在 他转的是刺蛇狗之暴 怎么说 冲不冲 我感觉他不会冲 他后续续的是刺蛇 刺蛇生三本 不知道出地刺 我估计不会冲 那不会冲的话 那攻防就持平了呀 甚至人主攻防会领先于冲 这波要上 枪兵拉一下 拉得还可以啊 慢慢退回来 双线都防住了 问题不大 哇 这个反应好慢 飞蛇 他做不做第四吧 我觉得 这个局面 其实出第四 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出牛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好 牛不是一个 能够拿下比赛的一个兵者 而且这把 Dimaga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Dimaga有一个 比较好的习惯啊 这个习惯 大多数的这个选 选手其实都有 但异域玩家应该没有 就他的攻防 从来是不停的 就升完之后马上升 升完之后马上升 职业选手 因为这个是习惯 异域选手 很多都没有这样的习惯 打了一反 有刺蛇 双线 哎 F2了吗 F2就家里面用得着那么多兵去救吗 这被你打了个 打了个三线 恨你妈 感谢求了黄哥来换工作不顺利的钻石粉丝感情节啊 Dimaga就是赤蛇狗毒暴啊 赤蛇狗毒暴这个兵种组合 其实如果遇上的对方转转着鬼兵比较早的话 那赤蛇狗毒暴还不错 就跟跟别人兑换的话还换得不错 但是如果对面不转鬼兵的话 那赤蛇狗毒暴你赤蛇很容易脱节 而且Dimaga这个军坦到现在为止 你说他铺的好吗 其实也没有太好 他被清了之后就不会再去补这个军坦了 这个就基本功的问题 呦呦 这种局面应该是已经铺到了人族的矿门口的局面 温尼塔现在主要他的开矿实在开得太舒服了 已经五矿了 Dimaga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一直在各种的去防空头 而且Dimaga是有飞蛇的 这飞蛇什么意思啊 完了满能量飞蛇 直接冲 包上去 哇好这毒暴数量非常的多啊 只有一个坦克感觉有点清不了毒暴 五矿要被冲飞 这炸的是啥东西啊 这个五矿没拿下来损失那么大一波部队 Dimaga很伤啊 五矿冲飞了 你说这波部队换掉也就换掉了 那Dimaga现在的这个 呃他的这个冰冲组合是没有问题的 就就刺者狗毒棒跟你换 跟你换鬼边 但拉不开来 哇靠这个 你妈个机 是这样忙的吗 这游戏是这样的吗 这次总打下来了吧 后面还有毒暴 那毒暴撞基地啊 哎他 打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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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来打下来了 我靠 他的毒暴是A过去的 你应该这种说A的时候 A了之后右键直接去往基地旁边滚 对吧 滚到农民那个位置 把基地先搞了 基地很硬的 主要在那边 虽然刚才那波从战术上来说是肯定还是亏的 但是至少他的战略目的打到了 把对方的武矿给滚掉了 还有Dimaga绝对是一个打不来地雷的人 F2回去救了 看到没有 F2所有部队 分了一点兵 但这个基地可能要掉 强行点基地是可以点掉的 哎哎哎哎哎哎 我看出来 这个Dimaga是完全没有分的 这个操作概念 反正就是你 我如果A了有地雷 那我也不管了 就这么回事了 没有分狗的这种说法 这个地宝 这个地宝不是皮肤啊 跟大家说一下 在比赛中很少见这样的这样的地宝 这地宝是地宝升级之后你能够进去六个墙地 我记得 然后地宝还 地宝还能升级那个防御啊 就建筑的防御 哇可是这样冲了吗 好好好换掉了换掉了换掉了 都打过战役了是吧 可以啊 你们打过战役就不说了啊 你妈的你 算了算了算了 他永远不分狗的 反正炸到了就炸到了 哎 他妈限造防空 我觉得Demaga要输 这种随便冲一波 然后中几个地雷 就亏成马 哇靠 那就是我经常打的这种局面 明明兵力感觉是有优势的 然后各种冲别人矿 然后别人一个多线 几个多线搞得我忙不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不爽 然后妈就要大力出奇迹 大力出奇迹又被地雷炸成狗屎 哇靠的地雷 所到之处妈寸吵不生 这解放者杀了22个单位 他在搞毛啊 没了被这样打 被被人猪围缩死 问题打其实正面真的有点弱 但他会猥琐 这个猥琐 这个地雷炸的有点内奸 但没关系啊 运出奇可以走 哇好地雷 哇好这两两下 怎么打的 妈天会定啊 这两个人 迪玛卡输了呀 说的没错 迪玛卡输了 迪玛卡输了 他没钱了 这种他妈的 这种地雷真的是 点直你妈不要脸 这种地雷 迪玛卡至少被地雷炸了 有个 我估计有个200条 300条狗吧 有没有300条狗 我不知道 反正200条狗肯定有 因为每次过去都是一片 雷拉已经 后继乏力了 这波真没有地雷 如果有地雷 估计又是爽子 迪玛卡最后的冲锋了 他已经没有钱了 最后希望把这边矿冲下来 这满是 你妈真的满 你早点那么满 对吧 我觉得也赢了 两攻两防守 那么满也赢了 温地塔真的没有 这操作真的有点烂 我好 怎么就让这样打成 这样居然 有点感觉能满得过 虽然也满不过 这波棋满得可以 早点忙 两攻两防守那么忙 你就赢了 他在乱送这个冰军的实战 这边人猪的部队 就怎么说呢 有点冲不过了 你这种狗虽然三攻三防 但是你打不动啊 打不动光头 他后里面的这些枪 没输出很猛的 已经耗不动了 已经耗不动了 进去多少死多少 现在就是 这种全靠狗 怎么可能打得过 这种生化部队吗 没了 输了 输了呀 这个一看就是耗不过了 中期他真的很有机会的 只是说真的就是实力 实力有差距 打到后期他完全不会打了 1比0啊 1比0啊 用太多的地雷 你早点 早点两攻两防 对吧 你攻防那么快 早点两攻两防 200人口 你冲一波 温地塔可能就被你冲死了 温地塔这个正面 软得要死 我告诉你们 感谢考研上爱 前来还愿的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温地塔还是挺擅长打后期的 就是那种消耗打后期 这张比赛对面 这两个阵阵都都都都很关键啊 如果这场输入的话就要跟IG去争一个五六名的名额了 今天你们也不要期待IG能赢 反正IG肯定输好吧 也不要期待什么午夜人火 没有用的 那的ABS 他们他们绝对不会放水的 今天 绝对是往实力打 好了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的比赛 迪马嘎 其实运营的节奏还不错的 这个选手 运营节奏不错 然后住软住的也不错 暴兵能暴得起来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正面操作有问题 就地雷实在是消耗了太多的小狗和毒暴了 我刚才看 我来看的时候 感觉他军坦什么的都还可以啊 军坦就还可以 只能说还可以 一般嘛 我觉得就不能说还可以 就还一般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运营 然后有一个攻防 攻防永远不停的一个好习惯啊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停攻防这样的一些习惯 都不会停攻防永远不停的一个好习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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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这场 平常打的 温地塔这个选手正面非常的软啊 他你说他操作好 我们其实也不见得 这个选手 操作一般 然后他多线打的还可以 这个选手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特点吧 然后会猥琐 现在的人族 一定要会猥琐 你不会猥琐的话 你很难能打 就说白了 就他跟 他跟这个迪玛卡打 他就算 打到了烈屎 他也可以通过猥琐慢慢打回来 特别是迪玛卡在 不太能够 躲得来地雷的情况下 的确随便随便打 你就不要保证中期不要被冲死就好了 温地塔没有鸟哥 鸟哥比温地塔强 不是 你妈的也不是每个人都 都比中国人有强的好不好 像狂战士那帮人里面 就那个麻雀 我觉得 要强一点 其他也就这么回事了 游戏声音调小一点 调小一点 这样子 你看这温地塔这个事件 真的不好 你妈你烧农民啊 你这个下面那个火车 这没换的东西 又太小了 好我再调野我再调野不要换不要换 好 我你俩还是个三开的打法 迪玉玛卡也是跟上一把一样 就是一个一攻一防 小狗的打法 两攻两防 对吧 爆到两百人口 独霸按到满 直接冲一波 温地塔就没了 他绝对挡不住迪玛卡这个运营起来的这个两百人口的一波 游戏声音我调不了 我只能调你妈的这个 这边这边的声音 我稍微你拿小了一点的游戏声音 不要慌 好 这把我觉得 你总要冲了吧 对吧 一个标准的一个 四矿五基地 甚至你可以学Duck 现在再下一个基地 四矿六基地 就狗毒爆 200人口 冲死他 我靠 用骚扰现在没有用啊 真的该再下一个基地 稍微退一退啊 哥 你们四矿还又在被打 连运输机啊 我靠 他你把他搞毛啊 他在 他被多线骚扰 骚得有点烦 哎呀 终于搞完了 回来了 又地雷 这个地雷的威胁 实在是太大了 迪马嘎拉不开是吧 他不会拉 他应该是这样 他太注重运营了 因为年纪大了嘛 反应啊什么的 没有那么快 他要运营 要报兵 要铺坦 他在拉地雷 这个操作上面 他可能就没有 就没有做得那么好的 就他很多时候就A上去 就不怎么管 因为忙不过来 你看 你看他现在钱 一千多块钱 他多到个基地 对吧 四矿六基地 像Duck这种 这种狗独暴按到底 你等会两攻两攻 狗独暴过去扔 被这种多线搞的 你不觉得他压力很大吗 都没操作了 其实刚才操作一下 可以打掉运输机的 这个就是很无奈的地方 为了保证自己的运营鲍兵铺坦不落后 所以很多操作都做不到了 这个狗 哇靠 他都是A过去的 他的很多操作 他被多线已经搞得已经乱了 对啊 他很多操作都是A过去的 地雷 有个地雷 我靠这地转没炸 没有意义啊 这个换架 这个细节也很软 正面也很软 不过反抢一下节奏吧 这个也算是把节奏先反抢下来 哦呦终于拉开了 这多线解放者已经架的头皮发麻了已经 还行还行还行 这个地雷 真的忙不过来 好像正面的这那么多狗又被地雷炸成一坨屎 我再想一个问题啊 这帮人族人口比虫族高那么多 为什么感觉 就感觉把虫族再来一波兵要穿了的感觉呢 对你战斗人口一倍 运输计太多了吗 难道是 虫族没什么拼吧 虫族就几条狗在外面跑 对我说再来一波再来一波狗 可能刚才就穿了 就这种感觉 应该在这个 在可能在里面 已经被打的 你们都被被各种地雷 反正这个地雷就跟就跟妈的过路站一样 过来就要收个税 解放者 算了 这桌线完全忙不过来 了 完全就冰根冰根的 把别的运猪在跑 不过这个局面已经 已经没有机会了 温迪塔是比他强 最后还是被多线打崩了 为什么他用刺蛇狗毒包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太怕地雷了 所以他用刺蛇狗毒包 相对来说不正怕地雷 温迪塔 温迪塔如果正面硬一点的话 早就已经把这个比马嘎打穿了 温迪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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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黄哥 你应该比迪玛哥强了 你应该跟温蒂塔差不多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可能跟我差不多 感觉啊 你不可能这样中雷的呀 他绝对没你强 我我觉得 感觉感觉 你不可能这样 你不可能这样中雷 不不 这个中雷也有可能中雷 我也经常这样中雷 我去看一眼他多少分嘛 天天 这个因为打下来 觉得整个整个 暴兵运营什么的 有点奇怪啊 暴兵运营我告诉你 真的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他的暴兵运 可能在你之上 他就是多线麻木过来 然后各种重地雷 我来看一眼 然后他 他有个很好的习惯 攻防永远不停的 是吧 迪玛干嘛 对的 他所以他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到运营上来啊 迪玛干欧服 五千八百分呀 那是跟我差不了 弱呀 五千八百分吧 欧服 五千八五千九的水平 是跟我差不多呀 这个五千八百分也不弱 欧服差不多呀 五千八百分 你到韩服也 最多最多也就五千五不到吧 迪玛干绝对打不过黄格 我说的 因为迪玛干防不住 黄格的12D 不是我说 欧服五千八不就 不就韩服五千五不到吧 我欧服为什么打不到五千八呢 嘿这奇怪了 对不对 你还考虑他在欧服 他还没延迟呢 我在欧服他还没延迟呢 他都没有说黄格 是不是吗 哎你要想路特丹 你妈欧服的六千分 你们现在叫黄格 打打的什么意思吗 ZBJ没必要打的呀 ZBJ 黄格ZBJ特攻好吗 哎呀反正就是 他整体表现不是很强 这场其实对于黄战士 是很重要的 他们这个麻雀 跟哥布林打 麻雀是很有机会拿下的 这场如果拿下的话 后面还有得打 我觉得 IG应该好好看这场 特别是麦克尔赛的 我认为最终 IG跟黄战士 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可能会打到一个大将战 我认为啊 这个麻雀 应该要比 应该要比麦克尔赛的强 要抢要抢 叫麻雀 对不对吗 因为他能赢 对吧 对 他还能赢那个什么 瑞白白 对呀 比麦克尔赛的要厉害 瑞白白 瑞白白从实力的角度来说 应该就比赛的强了吗 瑞白白比赛的强 没有吧 你该六千多分在瑞白白 那赛的打比赛 比瑞白白还是要 感觉要好一点吧 打比赛嘛 你要说天梯分是没有用的 那也没办法 对不对 敢不敢跟路特丹 再打一次 我为什么要打呢 什么叫敢不敢 你们天天天天天在这里 再说了 什么叫敢不敢 我赢了 就可以不用打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不会说黄哥 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 瑞白白鸡 每次都是我 只要有人说一句敢不敢 我就要上 是的呀 那以后还怎么办 你要路特丹做 你有本事让路特丹去做一个比赛 自己出个你妈的200刀 200欧 你妈的鸡 邀请黄哥跟路特丹打 那我也不一定接受邀请 你不应接受吗 他妈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邀请 我赢都赢了 这样子 想公布我的火 我靠 我们绝对 我们绝对不会再 做这种 他妈的这种什么 路特丹打黄哥的这种比赛 因为路特丹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 为什么我们要去组织比赛 还要发奖金什么的 没必要好吗 对不对吗 黄哥 跟你说了呀 如果说有人举办一个中欧解说大赛呢 没空 邀请你打你怎么办 怎么这个是关系到名声了 我靠黄哥 没有 没空 我们中国玩家的期盼 你难道 没有空 不上吗 没有空 没有空 你肯定有空的 你怎么没空呢 我最近很忙 不是最近呀 对不对 你妈的一年365天 肯定有一天是有空的呀 没有没有 最近都很忙 上来单兵营 直接开矿 就哥布林打得很凶啊 感觉要野威死了啊 这边麻雀直接野威死 麻雀这个正面的操作 非常是不错 麻雀操作 哥布林感觉要糟重啊 哥布林连 妈的连羊鱼都打不过 打成了1比 我为什么不上 因为我现在很菜呀 我为什么不上 现在中国的解说 还得看黄哥 好吗 中国前五日 把这个偷矿偷的 他两个限制在上啊 这一波哥布林 可能要糟重 正面给压力 然后侧面两仙只 直接过来 这地场格的好 很烦啊 这地场 好了 正面没有压力了 哥布林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 拉两个追猎 去防一下家里面 鱼戳 六个啦 一个 捞中了 对不对 前面还吃了 还是两个追猎 现在全部吐出来了 在打毛啊 這種 這個 哎 我說這個麻雀是有東西啊 真的有東西這個麻雀 麻雀是打的挺好的呀 而且感覺有東西有東西 屬於那種不是放戰術的屬於那種就實實在在跟你幹的那種對吧 正面操作特別好 正面操作什麼都挺好的 我對他的這個 我對他的就跳追劣這個有有點印象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這個被看到了 偷框被看到了 這個麻雀的操作啊 什麼 暴兵 運營啊 這都不錯 都不錯 動了挺多耶 直接提出差 我是不是感覺哥布林完全沒有機會呢 這波擦過去他怎麼 怎麼打 三罐都開不開 開不起來 家裡面兩個先知隨時待命 你只要 你只要稍微動一動 我先就過來殺你農民了 這個差的數量非常的多啊 有差距 我感覺真正的有差距 這哥布林完全 感覺完全不是對手啊 被玩弄於鼓掌之間 這你這媽的 你風光正常有什麼意義呢 正常兩次了 終於出門了 終於出門了 你這種部隊出門不就是賣嗎 那麼多的差外面等你 你還打別人三罐 這媽這個 這個出去就萬差奔騰 直接插死在那裡 這個看到插球啊什麼的 真的一點辦法 他有幾把力場可以退一退 也很難受 說實話 他這個插上去 他現在在等閃爍追裂 這個麻雀應該是在等閃爍追裂 就是閃爍追裂過一會兒 插在前面一頂 對吧 閃爍追裂後面也有輸出的 還可以還可以 這個這個立場還可以 但他已經知道對方的 還出去啊 你不知道後面有那麼多差來等著你嗎 哥 他反風 反風也是一回事 還行 還行這兩波 這兩波立場放的挺好的 但是現在你還能放立場嗎 最後一波來了啊 插 你媽趕緊趕緊跑 你這個插還是要解決的呀 這個插子太兇了這個插子 追裂看到這排插一點辦法都沒有 追裂數量也不少 追裂數量也不少 其實麻雀是少了點追裂 這樣的話就不太會被操作對吧 稍微多幾個追裂的話 一跳他你就會追裂白打 現在不夠的數量 家裡面他在轉插球 一往前跳我就再插你一排 追裂的數量慢慢補起來了 好了好了 還行啊 我只能說還行 但是呢 這個畢竟 麻雀是有三礦的 還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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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雀現在就是跟他耗 追裂的數量起來之後就是你往後跳 他也夠有一定的輸出了 那時候就慢慢拍就說 一囉 趙斯林 趙斯林 趙斯林走 趙斯林 趙斯林跑了 headphone scene dale 色假的 找一個 誰 はい 别人肯定有欧币的啊 围城 在造欧币好像没有欧币 哦有 有欧币啊 他不是在这打 有有有 九个农民 正面挡不住 这麻雀正面挡不住 战斗人口差一倍 正面挡不住 他其实引刀 他是引刀和VT一起出的 他其实就老老实实插球就好了 如果这场哥布林拿下的话 白金英雄出现的概率很 白金英雄又回来了 说得没错 白金英雄要升级了 这场是这样的 赢了 也是3比0好吧 还没有回来呢 后面还不知道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我希望白金英雄能够上去 因为这个狂战士我感觉有点弱 没有白金英雄那么强 王哥你怎么你怎么看 嗯 咋说呢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 哥布林 拿下啊 拿下3比0啊 那白金英雄那么轻松就能出现吗 我还以为狂战士要给白金英雄造成点麻烦呢 那最后就是狂战士跟 挨击弄了 还没还没结束呢 你不要晃3比0还没结束呢 不这个局面已经感觉结束了呀 我刚才那个哥布林那个打打的我是觉得他输了好吗 他刚才那个是两框打三框 我只能说麻雀这个冲的冲锋的有问题 他那个差重复呢 爱金英雄其实我 我觉得都能打吧爱金 你像温迪卡这种温迪卡这种 赛的4比0温迪卡对不对 他们队还有个下档 还有黑特密啊 这两个有点像 还有A2T 阿奎龙DNA 这其实从整体系来说我感觉他比 他的确要比这个 狂战士要强啊 你认为那黄哥 就这几个人都还能叫得出名字的 叫得出名字 那我们这边也很多叫得出名字的 Hate Me 这种还是有点实力的 Hate Me 有点迷你知道吗 Hate Me 他妈感觉他每天都在养猪 不知道他是真的实力 是这样还是他一直都在养猪 我还是要去 玩今天我感觉 狂战士是没啥机会 因为最后一场那个 那个什么RedKO RedKO这个选手 看都没看过 哪个国家的 塞尔维亚的 就没见过这个人 职业生涯2000 一共赢了2000美金 应该没有 93年的选手 你妈29岁了 塞尔维亚 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强的选手 塞尔维亚只有你妈 以前毛我们肉吃的那个哥们 他说是斯洛伐克的 你不要连国系搞错了 是斯洛伐克吗 感谢求老先来我 变延期的飞机 感谢兄弟 是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看错了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也没什么知名选手 希腊有没有强的选手 曾经有 打败孙哥这个选手就很强 这种强的选手怎么说呢 欧洲这种选手 其实欧洲现在有很多的新人冒出来 只是说你们现在能够在比赛中看到的人 真的不多 当然的确有很多小孩子在打新疆 但国内我们国内就现在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 国府都没了 是点 所以你说防防防防爱对手开逛 你下根水晶 我认为还是亏的 你这根水晶还是需要退掉的 下的这100块钱还是亏的 两边都是VS 哥布林应该会出凤凰 他因为他看到别人对手的VS在门口 让你这个科技 我出过凤凰对吧 然后等你的先知过来 就算你都是凤凰 那大家憋嘛 如果第一个先知被凤凰抓到的话 那这个麻雀就很伤啊 看凤凰是飞出去的 飞出去 刚好撞到 反应还很快 第一时间就动了 这没用啊 你动有什么 你追不上 凤凰比先知要快那么一点点 你还能够被追到的 不是我是说这个凤凰第一时间就动了 甩凤凰 甩不出去啊 被贴到了 死了 那不是麻雀已经炸了 第一个先知这种被抓基本上就炸了 有什么随便杀龙 你反正杀到凤凰能量没了再说 这还有一个还有个五星能量的 他还可以杀一个的 这麻雀没了呀 哥布林现在大优啊 这局面 你这样的经济 你是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 哥布林好的 都不是经济的问题 是你 还行 还行 换一点 你现在主要是阻止不了凤凰 到你家里面搞事了 那凤凰也不要多五六个凤凰 有点能量就进来刷一波农民 对吧 你要进来他进来 至少是四个农民起 四个农民三个农民起 你就很难受 而且这个凤凰还能够侦查 围层 现在就走一波你就没了 还打个毛 没办法的 你这个被凤凰制空了 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能量 就到你家里面走一圈 偷一波农民走 偷一波农民走 这刚好 他现在就是刚把农民补上来 然后他又来一波 终于有堆裂 可以稍微挡一挡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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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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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Bring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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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